作词 李宗盛 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拆拍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 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你爱我们不是在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爱我们 是你爱我们然后领我们悔改 我们欠你的太多了 因此你拆拍我们要将福音分享给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教导我们要去饶恕那不可爱的人 要去挽回那心肠刚硬的人 我要教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能向这个世界显大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如果是亲密的夫妻吵架的话 亲密的夫妻吵架的时候 什么东西最难 谁先道歉最难 那个先放低身段 伸出充满爱的手 去挽回这个关系的人 比较有爱心 先做出那一步的人 比较有爱心 这个饶恕的功课 比较难的地方在于我们走第一步 因为我们被伤害了 我们觉得 我只愿意先告诉对方 我透过我的情绪 透过我的愤怒 透过我的指责 为了让对方知道说 你伤害我了 那么如果我让对方知道 他伤害我了 我就坐在那边等 希望对方可以伸出那个手来 说对不起我错了 我伤害你了 绝大多数的时候 这个情况完全没有发生 对方不但没有悔改 对方还创造了新的理由 认为我伤害了他 要我悔改去 去跟一个 我认为伤害我的人道歉 有吗 饶恕最难的地方在于 我们都在等对方做第一步 去挽回关系 我们都在等对方 先表现恢复关系的诚意 这个很难 除此之外 有一些伤害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些伤害不是只是 伤害了一时的感觉 有些伤害在我们身上 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有一些错事是这个世界上 根本不应该发生的错事 但是它发生了 丈夫或妻子 被他的配偶背叛了 孩子在自己 父亲或母亲的犬下 被虐待了 这些事很少很少 但是它的确发生过 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还要讨论饶恕的问题吗 因为有一些伤害实在是 没有办法去回顾 没有办法再提说一次 要怎么谈饶恕呢 有一年 有一年就是 有一群神学生们在纪念六四 我这边不是要表达任何的 政治立场 我只是说 有一群人在纪念六四 然后 它是一个和平的祷告会 它没有仇恨 它就是纪念 然后 他们祷告会完了以后 因为我去了嘛 就有一个旧约的博士生 他问我 他说 陆珠恩你是学新约的人吗 旧约博士生问新约的博士生 他说你说 我们为什么要饶恕呢 因为他是旧约的博士嘛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不能随便回答 我想了一下 我说 因为公益 他就有一点好奇 他说 为什么 饶恕是因为公益呢 我说 耶稣做了一个比喻啊 他说 有一个王跟他的仆人算账 然后仆人们 有一个仆人交不了他的账 他欠了国王一大笔钱 他还不了 然后王就决定 要把他的妻子跟儿女都卖了 来还这个债 这个仆人呢 就俯伏在地上 央求这个王 说 求你宽容我 我一定会偿还 王看着他就动了慈心 就免了他一切的债务 这个仆人 这个仆人高高高兴兴的出来 路上看到另外一个仆人 就掐住他的脖子 说 你欠我的钱 你都赶快还给我 然后 然后那个仆人被他掐住了脖子 跪在地上要求他说 求你宽容我 我一定都还给你 那个仆人却不肯 就把他下到间里 只等到他要把他所欠的都偿还 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有其他的仆人把这个话告诉王 王就觉得很愤怒 把这个人叫来说 我不是免了你的债吗 你难道不应该像我一样 去饶恕你的仆人 你的朋友他们的债吗 于是王就大怒吩咐 把这个仆人下到间里 他所欠的若没有偿还 就不可以出来 听过吧 这是耶稣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饶恕呢 因为公义的缘故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欠上帝的太多了 我没有资格去跟其他欠我的人追讨 再想一下 因为我们欠上帝的太多了 我没有资格去跟其他欠我们的人追讨 因为上帝按着他贵重的恩典 怜悯了我 当我向另外一个人追讨的时候 我就等于把上帝贵重的怜悯 当作是垃圾丢到了湖里去 当我的心里面看中上帝的饶恕的时候 我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如今我成了何等人 是基督的恩才造成的 因为基督的恩典如此的贵重 我欠他的太多了 他赐给我的赦免太大了 以至于我不能再向你追讨 因为我欠上帝的太多了 一个人很难去饶恕另外一个人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在上帝面前 承认他是一个罪人 他深深地活在上帝的赦免之中 一个人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 通常在那个状态底下 他也无法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他也看不到基督丰富的救恩 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我的教我圣经辅导的老师 叫做爱德华·维尔契 他在他的课里面讲到 他在资商室里面辅导过一个 很困难很困难的个案 有一个女孩青春期开始 她父亲每天晚上上她的床 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说 然后他就觉得很混乱 很羞耻 他觉得追究感很深 他觉得是他自己造成的这件事情 他责备他自己 然后他有很强烈的情绪无法排解 他在学校里面就开始乱交男朋友 然后就跟很多人发生了关系 然后在学校里面就出名了 因为有一个女孩子 会跟很多男孩子在一起 然后他到了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就陷入了很严重的抑郁里面 然后很多事都没有办法做 学业没有办法顺利的做好 然后就跌跌撞撞的上了大学 然后他之后就一直反复的处在这种 很惧怕关系 然后又快速逃避的状态 然后情绪很崩溃的这种循环里面 他后来发展出一种 很特别的一种心理疾病 就是只要他一感觉到情况不好 他整个人就会shut down shut down的意思就是 他坐在那边眼睛失神 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他就整个人像是凝结了一样 他就完全跟这个世界就切开来了 他心脏还在跳 人坐在那边 可是他就跟世界完全的隔绝了 所以他会跟你谈话谈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就shut down we are losing her 他就disappear 他的conscious就突然间消失掉 他的意识 突然间跟外面无法再接触了 那这个 哥安他们花很长的时间 去关爱这个年轻人 然后这个女孩子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 是他去教会 他听福音 他坐在长板灯的后面 他远远的来敬拜 坐在最后的一排 然后教会有另外一个 很有爱心的年轻人 他就追求这个女孩子 关爱他 几乎是无条件的爱他 然后就陪伴他走了很长的 很长的时间 那他们到了几乎要进到婚姻的这个 关卡里面 有一个很很很大的问题是 这个女孩子 她不敢进到婚姻里面 她不敢让一个男人进到她的生命里面 她在那里面有一个完全无法 进到的一种状态 一旦这个男孩子提到我们结婚吧 他就会常常一下压力很大 就就就就就 shut down 他就完全的跟外面联系 去联系 因为这个男孩子的爱心 他们进了智商辅导室 找了专业的人士帮忙 那这个男孩子很爱这个女孩子 就帮助他接受很多的帮助 所以辅导老师有机会 陪伴他走一段很困难的过程 因为旁边有一个人在鼓励他 支持他 那他们有一次在智商室里面 就谈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女孩子常常有追究感 他觉得自己很羞耻 他觉得自己做错很多事情 他也的确做错很多事情 因为他是先被伤害的人 可是他后来也过了一个 非常混乱的生活 他不是在这个关系中 没有犯过错的人 可是他常常活在很强烈的 羞耻感和罪疚感里面 然后佛老师就把福音传给他 告诉他说 耶稣为我们的罪死 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上帝借着主耶稣 要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用信心 依靠基督 神会完全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 这女孩子说 上帝会赦免别人 绝对不会赦免我 这女孩子说 上帝是不会原谅我的 我做了太多太多的错事 因为我的原因 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太多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包含他幼年时候期 因为我的出现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上帝是不会饶恕我的 然后他们一直在这个环节 每次回到他的追究感 谈到福音 他就跑出 上帝是不会原谅我的 这个命题 然后故事就圆不下去 每一次都回到这个原点 上帝是不会饶恕我 上帝是不会饶恕我 后来关心他的福尔老师 后来就用别的方法 谈别的事情 就关心他生活中的其他层面 然后有一天就聊到他的父亲 然后不是聊那件事情 而是聊怎么为他的父亲祷告 他父亲后来住在养老院里面 然后他聊到他父亲的时候 就说能不能把福音传给他的父亲呢 那这个孩子他在谈到父亲的时候 显得很激动 他几乎又要shut down了 然后福尔老师突然间意识到有一个窗口 他就问这个女孩子说 你是不是觉得 如果上帝能够饶恕你的话 那么上帝也能够饶恕你的父亲 他说是 就是这样 接下来的故事 女孩子自己就走向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结局 他说 如果上帝可以原谅我的父亲的话 那上帝就可以原谅我的过犯 但上帝不可以原谅我的父亲 所以上帝不会原谅我的过犯 你明白到这个问题吗 如果福音是真实的 耶稣真的为罪人付上了完美无瑕的赎罪祭 世界上的罪可以透过耶稣的宝血洗尽的话 那么上帝不光是饶恕我 也会饶恕我的仇敌 但上帝不能饶恕我的仇敌 所以上帝不会饶恕我 因为福音是不可能的 救恩是不可能的 如果救恩可能的话 他也会被拯救 是吧 他自己说完这个话 他自己流泪 然后他就在那个房间里面跪下来祷告 求主赦免他 因为他明白了 他不能接受耶稣救恩的核心原因 是因为上帝为什么允许 他的父亲做这件事情 这很难有没有 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讲得很简单 这很难 那个信心必须成长到一个程度 甚至这样的事情都在上帝奇妙的安排里 上帝是爱我们的 这真的很难 但是上帝让我们看见他的爱 是透过十字架看到 当我们怀疑上帝的爱的时候 发生了不能原谅的事情 但是我们说上帝是爱我们的 因为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在罪件的事上显出 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 也无保留的时候 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了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时候 我明白了 谢谢天父你爱我 你的赦免是可能的 我欠你太多了 我这一生真正的对头是我的神 而我的神用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尽了我的罪 神爱了他的仇敌就是我 神爱了不配爱的人就是我 我欠上帝的太多了 我承认 我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以至于我可以打开心拥抱 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的恩典 以至于我可以真正的感觉到平安跟喜乐 因为我在神的儿子耶稣里得到了完全的接纳 他赦免了一个得罪他的罪人 用他的宝血将我买赎 回到他的恩典中 然后他这个女孩释怀了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他不是一个戏剧化一天的过程 他是漫长的过程 他释怀了 他觉得他有主耶稣的恩典 他有主耶稣 他是够的 虽然他的生命中发生了这些事情 虽然他自己也做错了这些事情 但是他现在他有主耶稣是够的 后来有一天他跟那佛老师说 好的我愿意跟我的父亲传福音 然后他们就为他父亲祷告 祷告一段时间 中间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这女孩要结婚了 后来就是结婚了 然后他们结婚了 然后这个男孩子非常温柔的体贴 这个受过创伤的孩子 然后陪伴他成长 后来他们经过了新婚 然后走过了那个辛苦的日子 后来他预备好 他说我每天为我的父亲祷告 我希望他能够得到福音像神给我一样 他就跟他先生去看他的父亲 然后在那个留养院外面 他说我自己进去 然后这个女孩子进去看他的父亲 然后他就为这个父亲祷告 问候他 帮他换衣服 然后就说 爸爸我想跟你说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他就慢慢的说 他小时候父亲怎么伤害了他 他后来做了什么样的坏事 然后他经历了多大的忧郁 自杀各种的问题 然后他认识了耶稣 然后他想要他的父亲 能够像他一样认识耶稣 他就讲自己的故事 然后把福音传给他的父亲 那这个父亲静静的听完他说的 然后他就想知道 他爸爸有什么想法 关于他小时候发生的事情 他爸爸说 他说我不记得了 那个父亲因为有脑帘痴呆 他说我不记得了 我觉得这里面有第二个 很深刻的东西就是 我们觉得一个破碎的关系 如果可以恢复的话 我希望可以跟那个当事人 好好的道一个歉 然后他可以好好的说 没关系了 如果那个人伤害了我 我也决定原谅了他 我希望好好的告诉他说 我原谅了没事了 但那个人在也听不懂 也听不见 或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那我们里面的伤痕 永远无法修复了吗 是吗 但是在这一切我们知道 上帝给我们的是 他的儿子耶稣 我得到的平安并不是建立在 那个人承认了他的过犯 接受了我的饶恕 或者我承认我的过犯 他饶恕了我 当我的心处在一个 我愿意倚靠主耶稣 我有主耶稣是够的 因为我欠耶稣太多了 所以我愿意去饶恕这个人 或愿意谦卑地去寻求饶恕的过程中 其实平安已经赐下了 在上帝的手中 有一些创伤 永远没有机会去重建他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基督里面 是完整的 有时候世界局势很糟糕 发生了战争 发生战争中发生 难以相信的事情 那些人事物已经全非了 伤害已经造成了 但我们终极的意志不是建立在 那个人找回来 事情重建了 然后我们可以有一个了解 最后终极的饶恕 跟终极饶恕中的平安 只有在十字架的上面 透过主耶稣 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拥有他 我们是够的 我们深深地活在神的饶恕中的时候 平安就发生了 在那个平安的力量里面 我们可以去饶恕欠我们的人 因为我们欠上帝太多了 但不管我有机会还是没有机会 平安已经赐下了 所以回答前面那个博士生的问题 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饶恕 我说因为公义 我们必须要饶恕 因为我们活在神的饶恕中 我们不能再追讨别人 因为我们欠神的太多了 那个故事还没有完 那个爸爸说他不记得了 有没有 然后那个女孩子就 那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呢 那爸爸说我愿意 这女孩就带着她的爸爸就做绝肢祷告 她爸爸就信主了 爸爸信主以后他们很喜乐 后来过了一个礼拜以后 医院打电话来说她父亲过世 对那个女孩来说 她非常感谢神给她机会 在她父亲要离世的那个机会 她还可以说有没有 虽然她父亲不记得了 但是她可以把那个福音的盼望 带给她的父亲 她觉得她是够的 然后她觉得到天上 她还会见到她的父亲 她觉得那个就够了 在耶稣的比喻里面 他用那个王免了这个仆人的债 有没有 来解释饶恕的意义 因为彼得来问耶稣说 主啊弟兄得罪我 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 主说不是七次 而是七十个七次 然后就讲这个王的比喻 耶稣很生动的 来形容饶恕像什么呢 像是免除一个人的债务 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说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用债务来形容饶恕 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就像人家欠了你的钱 如果你不需要他还钱的话 那表示说什么 你自己付了那个钱 对不对 如果你欠我一万块钱 我说你不必还了 换眼睛那一万块钱 到哪去了 被我吸收掉了 所以什么叫饶恕 用债务来形容 非常生动 因为饶恕意味着 我们做出了明确的决定 自己吸收了别人 所欠我们的 同时放弃了 继续讨债的权利 而我这样做 因为这是公义的 因为我承认 我自己是个罪人 我欠上帝太多了 上帝白白的赦免了 我一切的债务 上帝赦免了 我一千万的债务 你欠我的那一万 我就不再追讨了 因为我要高举我的神 对我的恩典 我活在 我深深地活在 他的怜悯和饶恕当中 以至于我们饶恕别人 不管有多少 都谈不上是一种牺牲 这样子有道理吗 思考一下这个 那是不是说 我们饶恕一个人 就否定了公义 或是放纵了罪恶 是不是我们把坏事 当成是没事 把不饶恕当成是坏事 结果呢 坏人我们放纵了他 然后好人呢 受伤害的人 我们就说 你怎么不饶恕别人呢 有没有 这边让我们仔细想这个问题 饶恕并不是否定公义 或放纵罪恶 饶恕是有人 替另外一个人的不义 付上了代价 饶恕并不会说 你做的事情 没做没做 没事没事 饶恕是说 虽然你做了这件事情 但我决定替你承受 那件事情的后果 它是一种慷慨的正义 它是正义的 因为我欠上帝 它很慷慨 因为上帝先对我慷慨 而我决定对你慷慨的时候 有人付上了代价 饶恕并不是说 去否定这件事情 是不该发生的 去否定这件事情 是错误的 饶恕其实更加的确认 那件事情是错误的 所以我每当我每一次 为你付上代价的时候 其实对于错是很清楚的 在上帝的公义的审判里面 上帝没有放纵任何的罪恶 但是上帝自己为我们的罪 要付上了代价 上帝并没有说 你们都无罪了 上帝是让他儿子 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使我们借着信靠他罪得赦免 对不对 上帝并没有说 好那我今天就 做一个圣诞老公公 所有的罪都释放了 无罪释放了 那样子的上帝 不是公义的上帝 是放纵的上帝 上帝宣告了对人类的审判 然后让他的儿子耶稣 替他的百姓的罪死 他又是公义的 他又是慈爱的 真正的饶恕 其实是将自己跟对方 都带进上帝那更大的恩典当中 透过我替你承担了你的罪责 让你看到你跟我一样 都需要活在上帝的赦免里面 饶恕的行动是在分享基督的恩典 是一个传福音的本质 我要让你看到上帝怎么样对待我的 不等于我心里面每一个时刻都准备好 看到你都很高兴 不是 但是我要让你看到神的恩典在我身上 是如此的贵重 我希望你也能够看中上帝的恩典 所以饶恕不是遗忘 你不能透过忘记一件事情来饶恕 相反的 可能事情会一次一次的回到你的脑海里 你只能一次一次的再番的决定 尾声我要替这个人所犯的错误付上代价 如果有一个人伤了你的手指 以至于你的手不能再使用了 你终其一生 每一天你需要到右手的时候 你都发现你的手指不能做了 那每一天 那个人曾经为你的手做过的事情 你每一天都在饶恕他 对不对 那个叫做饶恕 不是忘记 不是忽略 不是保持和谐 是我甘心的做出一个清楚的尾声 我要替他付上代价 因为主耶稣为我的罪上了十字架 偿还了我的罪债 让我做一个新造的人 当我这样做 当我这样祷告 饶恕别人变得容易多了 因为不是我能够给他什么 是我想要享受耶稣更多一些 每一次我看到我的手 我就想到他的错 我就想到我在上帝面前的错 我就想到基督在十字架赐给我的恩典 于是我决定原谅他 又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他 因为我决定一次又一次的活在基督赦罪的恩典中 满足我内心的是因为福音本身 我一次一次的确认我活在上帝的恩典中 我有主耶稣 我是够的 所以去饶恕一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你来到上帝的面前 对神说 我因为你儿子耶稣的缘故 我决定看着这个人 就像我是神的仆人 我欠他一千万两 现在有一个仆人欠我一万两 我对神说 我决定承担伤痛 不再追讨 我决定持续的饶恕 不再后悔 我决定不让过去的伤痛 决定我的未来 因为当我追讨的时候 我就不再往未来 我就不再往前走了 对不对 当我追讨的时候 我就不再往前走了 但是主耶稣是够的 平安在我倚靠主耶稣的饶恕的时候 已经四下了 虽然这些伤害发生在我身上 但我现在已经活在基督的恩典里面 我的未来是光明的 因为我是靠着耶稣的恩典往前走的 我决定不再让过去的伤痛 决定我的未来 因为主耶稣你已经赦免 我一切的罪在 我从此倚靠你做新造的人 所以让我们不要想错 当你看到一个人深深的活在仇恨跟苦毒里面的时候 请你不要告诉他说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苦毒 你现在解决方案就是饶恕 为什么不要这样说呢 因为若不是他能够用信心 先活在耶稣的恩典里 若不是他现在能够用信心活在神的恩典里 他根本没有力量去饶恕那个伤害过他的人 他又没有办法直接报仇在那个人身上 他又没有办法让那个人过来跟他道歉 他又没有办法去把事情恢复到原来 伤害已经造成了 不要去责备一个苦毒的人说 你最大的问题就是苦毒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饶恕 其实上帝是先把他饶恕的恩典 上肩下流的倾倒在我们的怀里 你欠了我一万两 但是上帝给了我一千万两 我是够的 他如果没有这一千万 他饶恕不了那一万 上帝不会责备一个人 说我没有给你一千万 然后需要你去饶恕那个欠你一万 上帝给了你一千万以后 上帝说我既然给了你一千万 你为什么不能像我怜悯你一样 去怜悯那个欠你一万的人呢 所以当你去帮助一个活在苦毒中的人 你需要先帮助他看见上帝丰满的恩典 他需要在基督的恩典里面 要长大成熟 他深深的知道主耶稣是爱他 主耶稣恩典是够他用的 他的信心像小碎不斑 慢慢成长了以后 在他够坚强的时候就像那个女孩子一样 他有一天可以去看那一位伤害过他的父亲 把福音传给他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恳求你让我们能够深深地看见主耶稣的恩典 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想起我们自己很多的羞辱 很多的过犯 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 我们内心的诡诈 邪恶 增进 我们对你的背叛 一次又一次的背叛 我们在你面前 如果你是一个凡人的话 你早就遍体鳞伤了 然而你深深地爱了我们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让你的儿子耶稣成为我们的样式 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是在我们不认识你 不爱你 不懂得悔改的时候 你先伸出了那个和解的手 你先付上了那饶恕的代价 你承受了我们得罪你背叛你的那一切结果 将它放在你儿子耶稣的身上 将你的烈怒 倾倒在它的肉体 使它受尽痛苦与折磨 使它在那个状态下完美无瑕地将自己献上当作火迹 使它的保血来洗尽我们的过犯 使我们如今透过它的救恩能够欢欢喜喜地站在你的面前 做你无瑕疵的儿女 我们的重罪都被洗清洁 天父啊 我越发想到我是一个罪人 我越发看见基督的恩典是我生命中最贵重的产业 主啊 因此我的心得到了平安 你在基督里赐给我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 你在基督里赐给我的是我这一生最深的最贵重的礼物 主啊 因此我愿意去为那伤害过我的人祷告 我不敢说我能够就原谅他 求你怜悯你仆人的软弱 但我愿意为他祷告 罢不得他也经历到主耶稣的恩典 像我经历到的一样 罢不得他的生命也能够被主耶稣的福音改变 好像你要改变我一样 求你为着你自己爱他的缘故帮助我 也去爱他 也去原谅他 我承认我不能 但主啊 你的恩典会不断地倾倒在我的里面 让我里面知道我是够的 我有主 我是富足的 其实没有人可以永远地伤害我 因为我在基督里已经成为新造的人 求你帮助我伸出那和解的手 主动地为我的仇敌付上那饶恕的代价 谢谢你 我这样祷告 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这里来找一个优优优独的工作 就像一样的福音 我们来找一个优优独的工作 甚至bia 都可以找一个优独的工作 我们来找一个优独的工作